重炮在战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,而得志重炮更是响于世界。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中国曾从德国引进了不少炮兵装备,但德国人开的价钱是着实太不厚荡, 其开转了中国当时面对抗日战争的危机局势和工业水平的落后,认为自己是独家生意,开加开的十分过分。 三十年代,除了引入七十五毫米野战炮,中国方面还试图引入性能优秀的德国重炮。 我方看重的是其最精致的一百五十毫米SF-18式榴弹炮。 这种火炮在当时采用了化时代意义的各种技术,射程远,威力大,而且可以采用摩托化方式牵引。 具备优秀的野战机动能力,这种火炮比同时期, 列强各国的重炮都要优秀,而更为关键的是,许多国家不愿意向中国出售类似的重炮, 因为当时中日之间已经战争密布。 DUF当然了,德国人出售这些武器,其实主要是为了捞钱。 在当时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的牵线搭桥下, 中方和德国造炮工厂很快进行了架, 当时中国派出了高规格代表团, 亲自到德国进行购买活动, 这些企业工厂普遍在于战后的反而在条约中受到限制, 损失惨重。 三十年代刚刚开始重新制造重炮, 希望通过外销的方式大捞一笔。 DUF德国人看准了中国在对日整军备战, 面临战争危机时对德制先进武器的迫切需求。 因为这些武器要得及, 中国当时没有能力造出来, 其他国家也不会提供类似产品。 一百五十毫米中炮德国人开出而比常规采购价高出三倍的价钱, 虽说外售武器肯定价钱要往上抬一些, 但价钱高到这种地步, 的确有成人之危之邪。 当然了, 买炮只是第一步, 其他的配套产品更是开了高价, 比如炮弹, 因为工业水平的限制, 中国当时只能制造一些派击炮, 山炮的炮弹, 需要受到降大唐压的大中口径加龙炮, 榴弹炮炮弹无法自产, 德国方面拒绝传售炮弹的制造技术, 而是高价捆绑大售, 让上万发炮弹给中国, 在抗战爆发前, 总共48门150重炮, 从德国来到了中国, 因为两个重炮营, 一个营装被成为版本, 一个营装被加强了身管的特殊版本。 DUF更为可气的是, 德国炮厂甚至迫于日本压力上迭取消定单, 当时日本和德国的关系正在接近, 最终虽然得以成型, 但也拖延了许多时日, 到德国工厂验收大炮的中国军官, 一方面为了制武器的机密工艺所惊叹, 但另一方面却也憋了一肚子火, 他们全胸敦俗地说, 为了这些炮, 我们花了多大代价啊, 如果能自己造, 那还有看人脸色, 任人抬价, DUF20世纪50年代后, 我国的军工生产, 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, 以仿制为开端, 50年代我国就掌握了122, 152毫米榴弹炮的量产技术和大口径加弄炮的相关技术, 建立了满类齐全的火炮工业, 90年代后, 个新式火炮更是层出不穷, 冲击世界最先进水平, 而如今, 强大的中国军队, 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国产重炮装备, 前辈的困境, 再也不会重现, 前辈的梦想, 逐渐已经成真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